又是警力闖入旅社攻堅抓人 当场逮捕三名嫌犯 目标就是这名身穿黑色外套的灵性主贤 但去年底才犯下旅馆掳人 事隔不到半年竟然又在幕后下指导旗 叫做少年枪手犯下重大枪击案 当时枪击案发生的第一时间 外界很好奇到底是谁指使 警方调查后发现主贤 就是这名二十三岁绰号金鱼的灵性男子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号犯下旅馆掳人案 平时活动地点在中和担任红人会组长的他 有妨害自由等前科 十九号凌晨在中山区遭到枪击的休旅车 就是登记在他名下 但据传案发后他已经出境 因为接连发生重大枪击案件 在我背后的新北市行大 从十九号当天开始每天都开专案会议 和各分局合作 要全力找出已经落跑的头号目标 错号金鱼的红人会干部 新北市长侯友宜回台后的地站 也是来到这开专案会 对所有的幕后犯罪集团 绝对要穷追猛党 毫不放弃 一定要全力压制犯罪 宣示全力压制犯罪 要求新北警方在收网行动之前 也要做好治安维护 尤其是犯罪热点 重新回到遭到开枪的弹库现场 可以看到说铁卷门上头 还是留有弹孔 不过为了避免冲突 再次发生警方是在这里 加装了群裸点的QR控 为的就是要提升见警率 让黑帮不敢再上门闹事 经过五天来的追查 警方锁定的头号目标 已经逐渐浮上台面 至于动机为何还得进一步调查厘清 新闻的神明杨荒荣参谱的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声静美静好新闻